有缘则硬 不缘则去 去则不留 来则随缘 多好啊 今天有这个缘分 我今天让孩子 你不要说一定要考哪一个很名牌的大学 我这个孩子你自己不知道啊 就能读二流三流的 那么就二流三流的学校就可以了 只要能毕业好好读书就可以了 为什么非要这样啊 你这样可以把孩子逼死了 你就是住心了呀 你有这个缘分了 你就好好的去用了就好了 你今天这个命力就嫁这个男人了 可以了 你说你还想嫁谁呀 你不管嫁谁呀 谁完了今天有嫁了就嫁了 只要好好的就可以了 无所谓了 菩萨保佑了 所以《佛经》里面讲了 菩萨说过一句话 你们到底到人家来干嘛的 一不是来让你们享受的 二不是来让你们干嘛的 什么都不是的 你们到人家来 要么是来还债 要么就是来讨债 苦就是来还债 开心就是来讨债 就是再来再去 那么把债还完了 讨完了你就滚白了 你说没有什么了 什么能带走的 一切随便就好了 有什么好开心不开心的 很多人 有些人我的孩子啊 这么不好啊 我不要活了 有些人我的老公啊 不好了怎么活 都是缘分的啊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能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 结束了就结束了 每一个孩子要坚强一点 不是靠别人活着的啊 这个世界上都是靠自己啊 靠自己的努力啊 就希望你们学活之后 要靠着自己的努力 自己的智慧而活着 而不是整天好像 干天尤人啊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我们家庭怎么样 佛祖生出来欺欠妈妈祖母啊 佛祖以什么精神 来救度世间的众生 坚强啊 从自己的痛苦当中 更理解人生的真谛 一切不要随缘 所以叫你们 原来的随它去 好好地修心学佛 帮助自己解脱 那是真实的 那是人生的真谛 一切无常 希望你们在烦恼的人生当中 不要再浪费时间是最重要的 哭泣没有用 只有站起来 好好地往前走 好好地改变自己 一切随缘 你们一定会成功